你不想再换你 你不想再换你 邵总 这上面还有字吗 我的东西都有我的名字 跟电视里的有钱人都一样的 可以显摆 这不是为了显摆 我告诉你你听着 我现在教你第一课 初来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住自己的名字 赵总 这个《千语千询》里面 小白龙说的话 你也看过吗 对呀 有个朋友介绍给我 所以我看了好多遍呢 那 你是小白龙吗 是 我之前丢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农历想找回来 这样我才能回去 在你眼里我是汤婆婆吧 就知道我是你心目中 那个剥削权人类的大资本家 我说得没错吧 也没有啦 是你创造了一个世界 我就是里面的小龙 如果没有你的话 整个世界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赵总 我真的很感谢你 赵总 真的很感谢你 好 比你留着吧 送你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場 ЛИРИЧЕСКАЯ МУЗЫКА 冯总 怎么在这儿啊 您姬小姐没事吧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不该喝的醋最酸 不该爱的人让人最深 冯先生 我觉得如果我们聊的内容 不是工作的话 那就太浪费时间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说 董事长冯总过来了 请他进来吧 敬阳 刘一好 坐吧 坐 敬阳 朱宝秀的准备工作进度如何 对我们企划部的工作效率 还满意吗 还不错 那就好 时间还来得及吧 时间上有些紧张 为什么 我和企划部的沟通不是很及时 是我们企划部出了什么问题吗 是我这里的问题 我现在住在晨曦的酒店 每次过来都要横穿整个市区交通上 这个问题好解决 我们蓝桥国际这么大个酒店 你随便挑个房间 到时候 我再给你安排一位生活管家 二十四小时专程为你服务 管家就不必了 让企划部的人每天向我汇报 我知个点就行了 好啊 我会让王秘书尽快给你安排 今天他们企划部送了一个方案 我还是挺满意的 那个叫宁心的 挺有思路 听说你帮忙完成了一个融资项目 消息还挺灵通啊 不过这都不是我自己完成的 是赵总完成的 我的作品 这就是你朋友确实的那个 重看不重视的披萨 尝一尝 尝一尝嘛 这就别客气 客气下来 你这么不给面子 这好歹是我一宿的惊心之作 我还想拿给赵总找的 你好 你好 请问您找哪个人啊 是你们赵总也有过来的 还需要你的批准 这这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一难膜嘛 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他啊 你是不是知道 时不时的就有这种 穿着妖艳的小狐狸进来找赵总 我都见得怪不怪 这个披萨我帮你拿给赵总 好 谢谢 你安排一个商务套房给爱德华珠宝的冯总 好的 还有 通知企划部总监 在珠宝秀完成之前 让宁星住在酒店 临时担任冯总的生活管家 便与企划部和冯总及时沟通 董事长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别质疑我的安排 我刘兰芝还不至于为了生意出卖自己的员工 这个世界上 向来不缺有野心有能力的人才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磨砺和考验 去吧 去吧 照我的意思去安排 是 多事啊 赵总 我看我这几个月都在节食健身 您看我现在照着身材符合你的要求吗 进来 这么是 赵总 这可是UZ精心给你制作的披萨 专门让我给你的 出去吧 赵总 虽然说这啊看起来不错 但是呢 就是个人啊 那我先走了 真太有心了 怎么样怎么样 赵总真的吃披萨 美女当前吃什么披萨啊 那你跟我说说 你在里边看见什么的吧 不告诉我 你就告诉我吧 急死我了 这样明天我给你做一个蛋糕 还是不要了吧 要不然这样吧 你答应我不再拿那个石头一样硬的东西来给我 我就告诉你 好 我答应你 我给你做一个蛋糕 喂 你们就拿石头一样的披萨来残害你们的老板吗 老板花钱雇佣你们不是让你们在背后八卦的 露西去拿份合同 通知广告部的主管与模特签约 签约模特 所以说她是她是我们公司的代言人 是的 不然你认为呢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那个 丑女人在美女面前自然会有自卑感 自然会带着嫉妒心理去揣测身边的事物 我哪丑了呀 我可是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有长相 你 说一句实话 也不怕伤你自尊 这世上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不会对你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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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新婚旅行的私人定制资料 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还有在背后给老板取抽号 不会有好果子吃 知道吗 还有 交代你去找哈勒旅行社辞职的那个导游 有下落了吗 我想起来了 他们说他去外地工作了 不过赵总 其实呢 很多人都希望被救的那个人啊 健健康康的 不需要感谢的 你怎么知道是救人 还有感谢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其实是听那个旅行社的人说的 您别管了 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 啊 你去找他 我去找他 那家子 我去找他 你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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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他 你去找他 叫他 Weil我去找他 就行 姐 姐 什么情况啊 公司要给我委派新的任务 我要去入住五星级酒店了 五星级酒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公司呢接了一个珠宝上的珠宝秀 而这个珠宝秀呢 选中了我的策划创意 以后这个项目就由我全权负责了 真的 姐 恭喜你 喜欢吃牛排 如果发了奖金别说牛排 牛山都没问题 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珠宝商 好像想追我的意思 真假的 第一天他就拼命夸我的策划案 然后还请我吃饭 又要送我珍贵的珠宝 那你说呢 当然没有了 我总要观察他一阵了 不过还好 公司呢 他刚现在派我做他的临时管家 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了解他 知己是品牌 百战百胜 嗯 说得对 姐 那个上次那条裙子 再救一下吧 你干嘛呀 啊 我主要是就是 明天呢 我有个旅行策划 现场我得去一趟 嗯 最关键的是呢 周六 我要见我的网友 小夏 哎呀 你以为十年前啊 你还见网友 你是不是第一次亲密接触看播了你 姐 你看你想的 是树洞先生不是别人 你就见过来见过来 我认真地跟你说 这个社会 青梅竹马都已经靠不住了 你还想见网友 你是一定会被骗的你知道吗 你看你想的 我就是好奇 你说认识了这么久 又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奇 如果你一见面 发现他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大叔 他是个恐龙 你还好奇吗 你还继续聊啊 姐 你不懂 我对他的感情还是挺复杂的 就是像女生对另一半的期待 更多的是一面吧 就算他是恐龙 我也会保持联系的 这儿好好看啊 老公 我觉得也不错 好漂亮 那儿好好看 快 我变参片 找什么呢 我找我的防晒霜 天天 我会使你带吧 还真有 防晒霜 护手霜 床高 眼药水 小心 口供全大了 对啊 我说你太好了 你说你这么笨 你这么笨 那我就是遇见你之后 变得越来越笨了嘛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一辈子黏着你 一辈子黏着你 一辈子黏着你好不好 你说的啊 一辈子能黏着你 是 我是让你来工作 不是来度假的 谁说的呀 我就是密切观察 他们的一举一动 知道他们的需求 提供帮助 你没有当我导游 你不懂的 你看 他们多幸福啊 没有一个相爱的人 一半 你最好 告诉你 那些都只不过是 人性的一面而已 人性的另一面 只是你现在看不到 他们之间的欺骗 背叛 和争吵 所以你也双内人 你这根怎么那么刻薄呀 这不能内心充满点阳光吗 算了 你别说不通 你早出门 你好 蓝桥国际计划部 请问找哪位 您小姐吗 我是冯景瑶 请今天晚上安排晚餐 送到我的房间 冯先生 不知道您对晚饭 有什么要求 我想请您今天晚上 与我一起共进晚餐 所以呢 一切由你来安排 冯总 这好像不太合规矩吧 您小姐放心吧 这件事我和董事长沟通过 关于珠宝秀的精神 我需要及时和你沟通 所以呢 已经取得了董事长的同意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今天晚上七点 也请您损失参加 好 您好 请问您是买威公司的代表吗 哦 这有业工快递 麻烦帮忙签计一下 老师姐 麻烦帮忙签计一下 真是买威公司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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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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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干什么 这不是你的工作 你也看到了 这个新郎在一年前就出轨了 我得告诉新娘啊 你不准去 为什么不能去啊 这个是我的职责 我要为她负责任呢 那你看照片有没有错 我 我也不是故意看到的呀 这 这不是意外吗 你也知道这是意外 既然发生了意外 就不能再按照 预先好的对策来处理 一旦偏离了轨迹 你谁还有本事扭转回去 那我也不能让新娘 蒙在鼓里受尽痛苦吧 你怎么就能断定 未来是无尽的痛苦 无论痛苦还是不痛苦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但是新娘不公平啊 什么叫做不公平 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 和你这个帮他们策划蜜月的人 没有关系 你不是上帝 但是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告诉新娘 然后他们在结婚前分手 你就满意了 但是我也是为他们好呀 你现在这么做 就是想要拆散一对新婚夫妇 同时也赶走了我们的客人 我们会失去一个建立品牌形象的机会 你怎么总想着工作和利益啊 是啊 我倒是想问问你 是什么让你这么自私 屡次以为自己是上帝 去定夺别人的感情 就算是我自私 我也得让她知道真相 真相 好 我们来聊聊真相 你认识他们多久吧 萱萱又认识了她未婚夫多久 两个人能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方 你觉得你知道的事情 会比她知道的多吗 你听着 你再敢插手这件事情 你就给我立刻回去 我说到做到 好 董事长 她开始行动了 是的 盯紧点 是 董事长 谢谢 谢谢 面向 你快过来 过来 你们还没吃啊 是啊 他点了好多东西 两个人根本吃不完 你快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吧 坐吧 别了 我还在上班呢 没事 坐吧 那行吧 你看你每天上班那么累 肯定要多吃点补补对吧 谢谢 因为我刚刚才开始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请你们多担待一点啊 没有 我觉得你策划得很用心耶 对不对 对对对 念想 这些菜呢 都是我为我家亲爱的口味点的 可能会不太合你胃口 要不你重一点吧 不用 我吃什么都行 你的时间真好 是不是有很多小姑娘都很喜欢你 别人邂不邂逅我呢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只爱玄玄一哥 不好意思 我去接个电话 顺便去个洗手间 你们聊 好 谢谢 学学 你们真的在一起十年了 是啊 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可是没想到 就这样跌跌撞撞的走下来了 那她一直对你这么好呢 也不是啦 两个人在一起嘛 总会有磕磕盘盘的 不过 还是就这样走下来了呗 那你觉得幸福吗 当然幸福了 哎 学学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我是说 如果她欺骗了你 背叛了你 背叛了你 你还会跟她在一起吗 我不会原谅她 其实说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 十年长跑什么的 都是骗人的 但说实话 其实你说到欺骗和背叛的 其实她去年很久出过了 真假的 人的感情都是不完美的 女人嘛 还是看开一点比较好 那你都知道了 你还会想跟她结婚呢 人总是有犯错的时候 其实平常你看的那些 美满的婚姻背后 都是有气氛和好言的 但相爱是不够的 最主要的啊 就是相处 我跟她认识那么多年了 我很了解她的为人 我相信她 我愿意去原谅她 其实爱情不就是 互相包容你的优点和缺点的吗 这样才能够更加地热爱生活吗 不是 说得也是 亲爱的 你们怎么都没吃啊 聊什么呢 女人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是不是 来吧 快吃吧 你也吃吃吃 二伟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点事 不能陪你们吃了 那你们帮吃啊 那 好吧 你看 大哥 你 не吃吃吃吃 你還說 不知道 干吗 pon 你得到 你 说 最好 还要抢 说得我这个小职员太不好意思了 美酒配佳人 能和宁小姐分享那是我的荣幸 打开看看 这 宁小姐 上次你婉拒了我的礼物 所以这次千万受险 冯先生 武功不受禄 宁星 我真的认为你是我的朋友 而不是生意上的关系 所以 如果你也愿意接纳我作为你的朋友的话 那就收下的 先打开看看 这太名贵了 只有你赔的事 谢谢 谢谢 尝尝今天的牛排 珠宝系的工作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我一直跟你有董事长提醒你 真的是非常地开心 董事长安排你 而否则再用工作 谢谢您的夸奖 你说只要相爱的本质不变 有一点欺骗和瑕疵 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你的心灵鸡汤导师 但是就你这次工作的完成度来说 我非常地不满意 迟到 我都习惯了 不管我做什么都给我四个字 非常不满意 这是五个字 喂 浩子 干吗呢 我在去机场路上了 大概晚上八点到吧 把航班号发给我 马上我去接你 不用了 你这么忙 你的事才是大事 赶紧的 发给我 好吧 那我 我发过去了啊 你应该是大事 还在地的 也是大事 还是太多大事 我最喜欢的应用 我会跟她一起层 孙峰 谢谢你们的安排 不客气 谢谢 拜拜 拜拜 至于安全啊 老板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林夏 小夏 浩子 我来得挺是时候的啊 一定饿了 走 吃饭去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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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 周厉阳 没有了 平时 我上台 还没过 无关 他就厉害了 随便 幼稚 所以 他跟厉害 对 妈妈 今天还好吗 儿子 昨晚我又做了你的梦 忘记我被鲨鱼追杀 妈 药吃了吗 新病还得新药医呀 你得抓点时间吧 我怕我活不到那一天 妈 别胡思乱想 放心吧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了 你得小心这个女人使殷照 特别不要中了她的美人计呀 好 我知道了 妈 我先挂了 大少爷 你这周六也不让我好好歇息吧 欠个网友至于这么心恨吗 你也算是见过场面的人 怎么弄得跟个小媳妇似的 不是你让我约她出来见面的吗 没错 是我让你约她见面的 可是你穿成这样 就跟去见客户似的 我让你约她出来见面 是像让你放松的样子 你 你 你 我帮你看看吧 穿什么合适 我说了这样穿不合适 也因为是去谈生意呢 穿这个吧 见朋友啊 要随意一些 对 单长 你在她面前就是树洞 既不是马威的老板 也不是富二代 你要忘掉自己高富帅的身份 这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千万不要拿以前的事情束缚自己 轻松一点 再说了 现在的姑娘啊 不会喜欢一个男人太正经的 喜欢你这样不正经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行了 行了 赶紧换这身吧 听我的没错的 你看 这样穿多好 多有亲和力 是吗 你说万一啊 我说的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她是个恐龙啊 你怎么办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我们之间只有心灵默契 两个孤独灵魂的相依 这无关长相 那如果是为貌若天心的美女呢 真没想到 赵大公子也有脸红的时候 好 好 好 走 小姐 你怎么蹲跑来看我的妈 姐 我能见到你的裙子 还有高高型吗 这么大老远 你来借衣服 你不会去见网友吧 你可真行 生活中能忙碌过的 还借网友呢 你知道现在外边的人多坏吗 把你杀了我去哪儿找你啊 根本就不至于好吗 而且我跟她走近聊了四年了 我知道她是个好人 这你都出来 行不行吧 跳吧 那我去看吧 那也不行 那太贵了 这个也不行 这也不行 这不适合你 这么贵 我去吃个白的条 这也不适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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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较可爱 这个稳定一下 我去试一下啊 你在这儿试吧 还有什么修啊 我的衣服就是好看 不过你穿成这样去见网友多危险啊 万一对方起了谁先怎么办啊 你记住了 有什么不对的 马上给我打电话 没事 姐 你说地底了 反正你就是观察着 一旦有意外 立马撒嘴就跑啊 好了 好了 我没事 我们先走了 快点 快点 舒冬先生 你出发了吗 即将见面 我有些忐忑 不知道 你是怎样的人 进入恋爱模式的小男生 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把这么好的你 就这么拱手相送呢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吗 因为我也忐忑着 顺便说一下 我穿着白色的T恤 不会在湖边走廊等候你 你还真的就把我当成一个司机了啊 怎么样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进去啊 你一直是我的好司机不是吗 你确定我的衣服可以吗 非常好 好的 谢谢 小类似的手 不可能吧 书董先生 您到了吗 我已经到了湖边走了 怎么可能是他呢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赵丹桥是书董先生 书董先生是赵丹桥 这不合理呀 怎么可能呢 你 说句实话也不会伤你自尊 这世上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不会对你任何的非分之想 看不出来你本事没多少 自尊性还挺强的 你不是当过多年的导游吗 脸皮应该挺厚的 你个臭 人身攻击 真有啊 我们走吧 红小豆 你到哪里了 我想我们见面是惊喜的快乐 我 我在公交车上呢 可能还有半个小时 或许一个小时 如果你要有急事 咱们改天再约呗 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期待与你的见面 无论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 多久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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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完了 好 怎么办呢 喂 姐 此下你到了吗 我 我到了 见着网友了 见着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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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着 你干嘛呢 偷偷摸摸的 到底见到没见到 我 如果不行的话 赶紧跑啊 姐 姐 你先别挂电话啊 能帮个忙吗 你先赶紧过来一趟 我求你了 你救救我吧 你 你别问我原因 过来我再告诉你 对对对对 我在那个公园的 露天剧场这儿等你呢 行 赶紧来啊 要快 快 老公 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还有这个阳台 能晒太阳 特别喜欢 对 是的 这个部位属于这个区域的 主要阳台阳道很成熟 哦 那要不然咱们就定在这儿了 好吧 还有楼上是高楼 楼下可以进行楼上可以住的一举两道 谢谢啊 那个我啊 跟我老婆 对着房子挺满意的啊 但是现在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俩啊 刚创业 手头比较紧 你看看房租方面 能不能跟房东商量商量 再便宜一点 最好是压一负一 或者说是压二负二那一种 谢谢您啊 行吧 我看你们二位那么成心 我会尽量与房东联系 再给你们遵旗下优惠 好吧 好 谢谢您啊 太感谢您了 姐 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是 舒曼的幻想曲 动画片是《千语千寻》 电影是《二零四六》 小说是狄庚斯的大卫·科布菲尔 姐 你记住了吗 姐 你终于来了 怎么样 人呢 在那边呢 穿着白色绣签服的那个 你都看到人了 怎么不上去打招呼呀 你别问这么多了 我刚给你发的 都是我们兴趣爱好 一定要记住啊 你可得跟我说清楚 不然我忘了你 为什么让我们记这些东西啊 姐 我记得 好